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步 将最上面一层纸找出来 沿正方形水平对角线 将上面一半向下折 背面也同样向下折 第六步 将左边的上面一层向右折 右边的最下层向左折 再将最上面一层纸沿正方形水平对角线 将上面一半向下折 第七步 将刚才向下折的部分的约三分之二再向上折回来 然后把纸翻到背面 第八步 将上面一层的左右两边分别向中间对折 第九步 再次将左边的上面一层向右折 右边的最下层向左折 第十步 找到左边的上面一层 将它向右折 使左边沿路于垂直中线 左边的下面一层同样方法向右折 第十一步 以纸的中间点为一个端点 将右上方的纸向左下方折一下 留下一条斜折痕 第十二步 将右边的纸打开 从上从下往左折 折到左边的纸外面 同时右上方沿折痕向下折 最上端适当往里折 往尖端变平一些 第十三步 最后将花拉开 适当调整一下形状 一朵豌豆花就成形了 你知道吗 豌豆中富含胡萝卜素 食用后可防止人体振癌物质的合成 从而减少癌细胞的形成 降低人体振癌症的发病率